小丁买的是一辆理想L6 落地26万左右 6月22号他父亲开车出门 当时是我爸在开车 他就是在红绿灯停下来之后 然后想要启动 然后他突然就是说听到一声异响 然后就是搁灯了一下 然后他那个速度就加不起来了 当时钟空平跳出提示 加速性能受限 小丁把车送到了理想汽车 杭州渔航服务中心 他们这边检测第二天出来说 是就是说后电机坏了 要更换整个后电机 小丁跟服务中心进行了多次交涉 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是 免费更换后电机 再送一些客户关怀 小丁说采访前一天电机已经换好了 但他想要的是退换车 刚刚提车第九天嘛 就要换这么重大的一个部件 那么电机的话对电车来说 就相当于发动机对油车嘛 所以我们就想要退换这个车辆 而不是就是他们所说的 就给我们换一个就好了 就不接受 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就是赔个几千块钱 折合下来的 然后了事就这样子 小丁为此查过法律法规 还咨询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三包法他说七天内是可以退换 但是我这是第九天不能退换 但是后来我又找到了 关于浙江省的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一个具体实施办法 他说六十天内的话出现这种重大零部件的质量问题是可以退换的 理想这边他说因为那个条例它是2017年实施的 可能电车还没有盛行 然后他那边写的是发动机等零部件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然后理想就以这个发动机不是电机为由 说这个不适用 当天下午理想汽车方面进行了回复 联系记者的还是杭州宇航服务中心的徐经理 确实也是因为不符合三包的一个退换车的一个规定 那么也是非常的抱歉的 因为我们也跟用户现场做了沟通跟解释 没有办法为用户办理一个退换车 也是考虑到用户是新车 然后本质说从用户体验角度上的一个出发的话 我们也在积极地帮用户申请一些关怀的方案 但是目前还没有跟用户打算最终的一致的共识 当然我们也会积极地跟用户保持沟通的 他认为可能说电车的电动机等同一颗油车的发动机 从那个法律的条文来讲 那看他肯定就是没有一个等同的概念 关于小丁提到的问题 记者请教了省消保委专家汪英来 国家法规是七天 七天他都能退换车的 但第九天就退不了 浙江汽车担包是2017年5月1号颁布实施的 当时2017年的时候新能源车还没起来 所以对新能源车没有规定 只有油车定义 油车的话如果发动机架变速箱什么的 那就是60天3000公里之内 那就是可以退换车的 汪英来表示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 小丁这辆车的确达不到退换车的条件 此外这版消法关于新能源车的规定 未来可能会更新 今年要修订了 那发布大概什么时候 那要明年了 那这样明年是个好消息了 1818黄金眼镜中报道 再继续小来这里 那请继续小来这里 别再继续小来这里 再继续小来这里 这下定车的硬力 它是武器腰的硬朵